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好 那我们记得我们上次来讲的话 我们是想在过年前或出去我们应该是想要上到说 在80、70亿里面的话 我们应该是上到了第一 我们所谓的第一世的一切种制 一切种制还有分十亿而去全世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讲到哪里 我们应该讲到是第五亿 大圣的所缘 大圣的正行的所缘 我们从哪里我们说大圣的正行的所缘 就所缘到了一切的法 对不对 为什么来讲说它缘到一切法呢 因为这一边的大圣的家行 它是不是为了要对峙所有的所智障 它要对峙所有的所智障的话呢 这边的所智障什么是对一切法所执着的 真实的法我执吗 这法我执为所智障的时候呢 那唯一可以正对峙 这个法我执的对峙是什么呢 是不是只有是现正空性的智慧 那现正的空性的智慧它是什么呢 它是透由圆着所有的一切法 而去了解这一切法上面的空性吗 所以因此这一边的所谓的大圣的正行的 所缘的法可以分为什么呢 可以分为一切法 它如果分下去的话呢 它是不是可以分说十一种吗 我们是不是从善、恶、无忌、有为、无为、有漏、无漏 等这些分类来去分下去的时候呢 它分出了十一种分类吗 我们上次是不是说十一种分类的时候呢 它从十一种分类它是不是引申出什么 去别别解释善、恶、无忌、以及有漏、无漏 还有我们在这三个科派 它不是有说别说善等三法 别说有漏无漏 它叫什么呢 在这个要去断真吗 它是不是这边的断真是谁 是下部派对于中官派的断真 所以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 这个断真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这边主要的对象是谁 是维氏派跟中官派的对变了吗 因为我们是不是说 你在目前为止 我们依着限关专案论的注解 主要是依着谁 我们主要是依着 阿瑟黎、狮子贤大师的注解为主吗 而狮子贤大师的这个注解 他主要是以什么一个角度呢 他是以随于且行的中官秩序派的见解为主吗 所以他不是迫斥维氏派的见解 但在维氏派的见解上面 他跟维氏的见解又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随于且行的中官秩序师是什么 是维氏派他所承许的能取所取一体空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 无外境存在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呢 这个中官秩序师都有承许的缘故 所以我们叫他什么呢 我们叫他说随于且行的中官秩序师 他有这样子 但是他又在这几个点里面呢 又跟维氏派又有一些的不一样 所以他才会叫随于且行的 但他又不是随于且行 他是中官秩序的 所以这一段的辩论 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 这一段的辩论的时候 我看这一次大概有几个问题 我们会先让大家问问题 我再来解释下去那样子 好 那大家可以吃 葛夏好 那刚才我们在上课前的研讨的时候呢 我们有讨论了两个主题 那在这边请教葛夏 就是帮我们指导一下 就是说葛夏上次上课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可以思维一下 善或是恶 那他是不是一定是心法 那我们刚才课前讨论的时候 就是说有同学说不一定 那譬如说呢 那就是说三恶道它是常法 所以它不是心法 那有同学说 譬如说去布施这样的行为 你说三恶道是常法 好 没关系 有同学说 然后譬如说像布施这样的行为 是不相依行法 所以它也不是心法 我先讲一下 因为我怕网络的时候 这不是格西拉说的 那因为格西拉持的这个件 大家不要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我在这边说 我们讨论的时候 大家 我有可能说出来 可是不代表我的见解 一定是这样 我说这一段 当然大家有时候是大家同学的 因为大家在网路上或听到 也不一定是我的见 我们只是当一个 我们是一个互动的使用 大家不要说格西说什么 或者说某某人一定说什么 都不一定 我现在我只是确定说 我有没有听懂 大家的话题 大家以后也在 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的时候 我不一定会把我真的 你看有时候我是 不代表说我不了解或我没思维过 可是我会给大家一个 开放式的思维的空间去做 我看有些东西不一定是我会提出疑惑而已 提出疑惑而已 不一定代表这就是我的持的见解 所以刚刚就我 对不起 我们刚刚听到说是 善恶道是常法的这一段 是有同学这样认为 所以他认为说不是心法 那有同学认为说像富士这样的行为 他是不相应心法 所以也不一定不是心法 那像比如说 一个善的或是习气种子 这个也是不相应心法 所以呢 所以就是说 结论就是说善跟恶呢 他不一定是心法 那不晓得这样讨论的结果 请各下指导 好 那我先说几个例子 我会几个 我会 从描述上我就觉得会有一些的漏洞了 或者我会觉得不太 可能我第一个我会说 善恶道如果是常法的话呢 那你生在善恶道就没有它的因了 我不用说太 我不用再别的 我说如果假使说 善恶道是常法的话呢 你否定就要说 我们是依着恶业而生在善恶道了 因为善恶道是常法的缘故 因为我们会常说 造作这个恶业的因是生在善恶道 代表说善恶道应该是果了 对不对 因为有此因才会有此果的话 应该是代表说这样 或者我们说反过来说 那你说人天秤是常法吗 那我们累积善业 不是也是为了要去 生在人跟天的话 那我的认知或者我会回答 或我的辩论 我会说善恶道应该不是常法 因为它是由因而生的缘故 和第二个来讲 我们所谓的布施 说布施是一个不相应刑法的话 实际上布施不是 我会说布施它应该也是一个刑法 所谓的布施不一定是这个动作 布施是什么 是你做这个动作 比如说我给钱 我没有配合着心事来讲的话 那是无忌的 因为我们中文的布施 它可能是 这个动作也叫一个布施 可是如果这个来讲的 这个布施来讲的话 这不是我们在佛学里面 所谓的布施 像我说我没有心事 或者我没有用善心 我没有舍心 反而我是很吝啬的 我只是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也叫邪命 我们比丘有个叫所谓的 我们不能以邪命去为生 邪命是什么呢 有其中有五种邪命 一种邪命是什么 是我给你小的 但我是想要有获得大的 就是比如说我给你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礼物 可是我心有怀 怀那个说 你以后可能要多倍的还我的话 这不叫布施 这叫邪命 就是正跟邪的邪命 所以不是给的这个动作就叫布施了 这个在我们在经书里面 所谓的这不一定是布施 就是给 就是我们简单一点来讲 给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布施 而所谓的布施 真正的布施是什么 是那一个舍的心 舍 愿意舍的心 就是纵使我没有任何的钱 我没有任何的物品 我可以真的布施 但我内心有那个舍的心的话 这个起来之后 这也是布施的一种 这也是布施一种的 所以刚刚说 这个不相应的刑法是不是散的时候 我说那个应该是主要是关键事 还是在于心事 还是在那个舍心 或者我说 像你看我说 我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讲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因为大家还是会有这个错误的概念是什么 是我不去照做就在守戒 我是以前说 纵使你不做也不一定代表你在守戒 就是你看如果我这样子的话 我说那应该守戒最好的人就是什么 20小时在那边睡觉 对不对 因为他永远也不会犯到任何的戒 他就是一直在睡觉来讲的话 那我们也不是叫守戒 这个也不叫守戒 所谓的守戒是什么 是防护 防护的心 这才叫守戒 没有防护的心 我纵使我没有去再照做 那也没有到我守戒的标准 所以我们等这些修持的话 他还是要有靠心事的再来讲的时候 所以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 因为我对不起 我刚刚听到的两个比较大的例子 就是三二道这个 跟布施的这一个 所以我说到目前为止的话 好像看起来还是围绕着在心法 可是我不一定 不一定 我说可能还有别的例子吗 可能还有 那习气本身就是无忌的了 习气是无忌的 百分之百 所有的习气都是无忌的 可是他 其实不是也会影响他下一个 人为 或是说这些人是等无忌延 有没有 有没有 等无忌延 或是下一个心事的产生 那这个比如说恶的心事的产生 下一个善的心事的产生 没有 我说如果这样你就说是善恶无忌的话 那我会说 我反而我会问说 那你的父母亲应该也是善恶无忌了 因为他会影响你的心事能生起善恶无忌 也是 应该也要是善或者是恶罗 因为他也影响你生出善心跟恶心 不是 我还没有到 我先是 我没有说是我的认知 我说大家认知的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会说 大家举的这些例子来讲的话 应该还没有跳脱出是在心事的这个范围 目前所举的例子 可是我没有说出 我应该是说 我还没有说 有没有善恶无忌是不需要是心事的 因为大家举的例子 大家只是给我举的这个例子说 善恶无忌的例子不一定是心事的是 喜气 善恶到刚刚讲的不思 等这些来讲的话 应该来讲这些都还是 没有跳脱出心事的这个范围 应该目前举的例子来讲 所以我们在思维 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在想说 那现在举的例子 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看起来是 或者大家如果 就像很好 大家以后如果有别的疑惑 大家可以反问 我说如果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会说应该大家的认知 还没有跳脱说是心事这个范围 这是第一个这样子 所以可是如果大家 我们到下个礼拜 因为我们大家这个是 目前的结论我把它让回答 大家还有吗 那大家如果可能到下个礼拜 我们到下个礼拜的课程之前 大家可能就说 那所有的善法就是心事吗 如果走到这边的话 那你就在等格西有什么 有什么举出什么 另外一个例子来反驳吗 因为大家到目前为止 我马上说这样子的话 没有给大家一点时间 去思维的话 我马上把我的另外一边的思维 那对大家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可是大家目前可以举的例子 不是的话呢 是不是我已经都觉得说 这还没有跳脱出心事的范围 那好 如果大家有这样 我们以后去思维经书